我今后的理想就是作为做一名钢琴的职业的钢琴演奏家 看不见的话 整弹出来的话 作为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跟他妈妈一起商量了一下 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现实的 就是说能想办法给他治就给他治 能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 只要我们尽心尽力 然后后面的事情就看着办呗 后来四岁开始他喜欢上钢琴 当时也是好心人的帮助 他们两家合起来送了我们家钢琴 在那里学了五年以后 就是说老师的建议 就是说莱雅俊有这个能力能够去走专业的路 后来就找到北京的中亚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 他也非常帮助我们 2005年就来北京了 他帮我们安排在他的学生毛邓丽老师那里 开始跟他专业学钢琴 一路过来都是有很多的人帮助我们 麦 dolor 帮 humanitarian Anime 但是那个 盆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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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sic 盆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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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呢是文科 副中是文科 盲向的是理科 所以就考试的范围和难以常读都不一样 所以呢就是只能在家里复习 让朋友去把这个书录下来 而时间也比较紧 所以我的朋友组织了54个人 差不多到3月份4月份的时候 文件都已经录好了 那么我呢主要是就听录音 听他们给我读的这个复习材料 然后呢让爸爸给我读那个考试题 我用口答 然后口答完了以后 他根据我所答的答案 然后呢跟那个试题后面那个参考答案 进行对比 然后呢来估分 看看我能考多少分 然后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复习 其实我是14年的11月还是12月 这个样子听说就是我们可以高考 当时就是既高兴又紧张嘛 离我的这个理想的大学更进了一步 至少可以就是说 嗯 与其他人讲公平竞争 嗯 但是呢 嗯 紧张呢就是因为当时细节还没有出来 比如说怎么 当时就是怎么申请盲文试卷啊 要给要做什么工作呀 那么西城去呃 那叫考试办那里 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忙人高考 嗯 他们也都非常重视 但是他就不知道怎么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 嗯 学校呢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就是单人考场 时间上也是够用的 嗯 那也是做的比较 整体来讲比较放松吧 因为正好也是我们这个考试难度 范围就准备难度范围之内的东西 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紧张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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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对学校非常满意 同学也对我非常的 嗯 好 就说 嗯 我有什么问题他们都 呃 会耐心的给我解答 然后他们 呃 课业上面有什么问题也会过来 与我交流 比如说和声科老师会 嗯 把每一个 黑板上面写的这些 这些例子 譜子的这些例子 都用钢琴弹给我听 相当于给我做示范 那么时尚练艾尔课的老师呢 会 想一些 呃我能参与的一些活动 然后让我参与到课堂 课堂当中来 呃我呢 呃的今后的理想呢 就是作为作为作为做一名钢琴的这个职业的钢琴演奏家 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吧 也就是说能够与听众一起分享音乐 在舞台上面进行表演 享受表演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时光 这是我的一个 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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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2 3 4